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宇报C919国际航展大败 订单为零 惊人拼多多市值一夜间蒸发550亿美金 内地旅游港未换港币现金 小红书分享血泪教训 大陆两年内关闭宜晚幼稚园 预示经济将含困境 大家好 欢迎来到社会多面看 我是永恩 上个月中旬 梵保罗航空展会 在英国汉普郡梵保罗机场举行 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超过1,200家发展商参加了展会 中国国产大飞机C919以模型的方式良相 却遭如尴尬 订单数额为零 通过今次航展 各国一共签署了286架飞机订购合同 其中成交数量最多的是 美国的波音公司和欧洲的空客公司 波音公司获得118架飞机订单 空客获得164架 而中国的C919在今次航展上一架都卖不出 雨爆 今次梵保罗航空展会的规模很大 吸引了世界上多家著名的航空公司 作为全球航空的搞搞者波音和空客 自然是本届航展的焦点 他们展示了最新的飞机 中国在航展上也设立了专门展位 向公众展示了多款飞机模型 C919作为中国自主研发的客机 在今次航展上一架都卖不出 其实原因很简单 因为它没有获得欧美国家的释航证 它虽然在国内已经成功完成了首次商业飞行 并且使用时间亦超过一年 但因为没有释航证 它只能在中国地区飞行 正因为没有释航证 它不能直接出现在展会延长 只能通过模型的方式展示 路透社2021年12月报道 在释航证考证计划的276行认证测试中 C919仅通过了34行认证测试 另外它还有一个重大的先天不足 它在各行重要技术上对国外的依赖程度极高 专家金·斯德在2020年底的一份报告中指出 将C919称为中国飞机是一种误导 因为它几乎所有的部件 包括能量飞机起飞的所有部件都是进口的 根据Airframe的数据 美国公司几乎占了C919主要供应商的五分之三 另外三分之一来自欧洲 只有14家主要供应商来自中国 其中7家是中外合资企业 这些中国供应商主要提供技术相对简单的机身和机翼 仅佔整个飞机成本的25% C919的关键零组件 例如发动机、飞行控制系统、电子设备等等 依赖于国际知名供应商 诸如美国的通融电器、德国的尼泊海尔等业界桥楚 甚至看上来不起眼的喜乐价、胎也是进口的 在中共与西方关系不稳定的情况下 中国商非是否能确保从西方获得 製造C919所需的关键部件和售后服务 这亦是国际卖家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据法广报道8月26日 电商平台拼多多发布了大二规度财报 显示其业绩未达市场预期 引发股价大幅下跌超过28% 这时拼多多自2018年上市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市值蒸发近550亿美元 报道称 并拼多多的云营支出在二规度增长了48% 这主要是由于该公司加大了营销、广告和促销活动的投入 与此同时 由于员工相关支出的增加 总模和行政成本同比增长了两倍多 达到18.4亿元人民币 拼多多主要在中国云营以折扣为主的拼多多平台 并在国际市场经营添木平台 拼多多集团董事长兼联席CEO陈磊 在与分析师的电话会议上表示 公司未来将面临消费者需求变化、竞争加剧 和全球环境不确定性等诸多挑战 他强调公司将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这将需要增加投资可能会影响盈利能力 中国经济目前面临脆弱性 房地产市场持续疲怨 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 导致消费者减少购物 影响零售和电商行业 此外阿里巴巴和京东等主要竞争对手 也推出了大规模促销活动进一步加剧市场竞争 陈磊还提到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正向体验消费转变 越来越注重利性消费 拼多多财务副总裁劉菌指出 未来的收入增长将因竞争加剧和外部挑战而承受压力 除了拼多多、阿里巴巴和京东等中国电商巨头 亦受到中国国内销售疲怨的影响 导致其营收未达预期或紧实现未弱增长 彭博经济学家分析指出 中国电商公司正面临消费疲怨的问题 儘管通过大幅降价促销 但收入增长依然放缓 这反映中国消费者信心的下降和消费意愿的减弱 去年新冠疫情措施解除后 消费一度反弹 但今年由于大范围财源、减薪和房地产价格下跌 中国消费者变得更加谨慎 影响了多个行业的表现 最近一则来自小红书的旅游提示引起不少网友的关注 一位内地女生在香港旅游后 在小红书上发帖讲述了她的血雷教训 这个女生在铁文中提出6点建议 我们一起来看看 第一条就是要兑换港币现金 她说自己今次没带现金 吃了不少亏 虽然香港到处都有换钱的地方 但有些回率高 还要收手续费 所以她建议没带港币的话 至少也要带些现金或者银行卡 如果不是真的是寸步难行 第二记得带转换插头 这个女生就因为没带 差点手机就没电成了砖头 她本来网上买了一个 结果没收货 到了酒店一看 房间里面也没 只能靠充电宝筹合 第二也想去街边小店买 但人家只收现金 她又没带 结果想买都卖不到 第三做好攻略好关键 香港的景点相当热门 人多排队是尝试 如果没有提前规划 可能会白行一趟 甚至会错过一些景点的开放时间 她提醒大家要了解香港商店的开门时间 她最后一天早上想去买药 结果到了才发现 商场还没开门 所以去了液系等 最后他们跑了好几家药房才找到 第四 买张八达通卡绝对是明智之选 这个女孩就因为只买了地铁一日通 坐不到巴士非常不便 第二自带水可以省不少钱 据个女孩说香港的水价格偏高 另外她对香港的柠檬茶评价不高 觉得超难喝超级苦 最后选择酒店要考虑地理位置 最好住在交通便利的地方 比如尖沙咀、旺角附近 出行更方便 她今次订的酒店为止有些偏 每次出门都要步行去到坐巴士的点 这个女孩还分享了一个小插曲 坐巴士时不知要按钟下车 结果坐过了站 这片铁文在网上引发疑意 有人觉得这些建议很贴心 对计划去香港旅游的人很有帮助 但亦有人提出质疑 认为现在去香港不换现金亦得 用银联卡或者在当地ATM取款就可以了 据日经亚洲报道 中国在两年来关闭了二万所有幼稚园 预示出生率下滑 将严重冲击经济 北京当局正急沉解决方案 即使中共于2016年停止实行一胎化政策 但中国的生育率仍连续七年下滑 中国教育部的统计数据显示 从2021至2023年 幼稚园数量减少了二万所 由29万4832家 降到27万4480所 大半被关闭的是私立幼稚园 以前家长必须在门口排队才能申请到 最受青睐的幼稚园 如今这些幼稚园急着在开学前招满学生 中国教育部的数据显示 去年蒸发了超过17万个全职学前教师职位 幼稚园数量的减少 未来将会波及小学、中学和大学 有分析指出 到2035年 将有近180万名小学和初中教师过程 不过中共官方数据经常隐瞒不利情况 实际数据可能更糟糕 除了经济放缓、青年就业前景暗淡 许多中国年轻人不愿或推迟结婚生子 出生率可能在未来进一步下滑 根据当局本月发布的数据 中国今年上半年的结婚夫妻人数 比去年月减12.7% 仓下近年来升低 这显示中国的人口结构危机患在加速恶化中 中共当局正在想方设法 希望扭转出生率下降的趋势 采取的措施包括让夫妻结婚更容易 离婚更困难 并试图降低生育、撫养和教育成本 然而这些举措至今似乎都未产生明显的效果 住在江苏省的李女士告诉日经亚洲 我们每个月已在国女身上花了超过一万元人民币 我现在没能力再要大二个或大三个小朋友 如今中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形成了专家所说的倒金字塔型 即老年人口不断增加 而同数量不断减少 2023年的中国新生移数 已从2017年的1700万下降至900万 在可预见的未来 中国每年的出生人口仍将逐年下降 这家劇了人口挑战 导致经济进一步放缓 研究公司BMI 国别风险与行业研究的 亚洲国家风险主管戴伦泰 在6月接受CNBC采访时表示 未来十年中国的劳动人口将预减 使每年GDP增长减少百分之一 好 今天就跟大家谈到这里 多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